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17日报道 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在积极考虑研发一款射程 可以达到400千米的防区外打击的巡航导弹 这款导弹的默认携带平台是F-35战斗机 现在的扩展平台是F-2战斗机 据悉 日本防卫省将会在明年的国防预算上 单独拨出5800万美元 用于这款的导弹研发 它的出使速度将会达到5马克 也算是跨入了高潮音速导弹的行列 有分析人士指出 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 首先是武权发展 或者拥有进攻性武器的 也因为这点 战后日本的导弹系统 没有任何一款超过300千米 即使是美苏争大的巅峰时期 苏联陈列了一堆射程500千米以上的导弹 日本也仅仅是拿着射程120千米的导弹自保 也就是在最近几年 美国对日本的限制进一步的放松 所以日本才敢提出研制射程400千米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从技术体制上来看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射程 恰恰满足了突破一个单航母战斗群护卫圈的能力 以库子涅佐夫号航母战斗群为例 它的护卫圈极限张开距离 也仅仅只有220-280千米 如果算上前出烧戒的雷达舰 那么它的护卫圈最大安全距离 只有250-300千米 日本若以F-35战斗机来主力 配备这款射程400千米的防区外打击弹药 那么完全可以做到 打完就跑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F-35战斗机能够携带多少枚这款导弹 但是从需求上来看 是可以满足的 除了对航母战斗群有着确实的威胁外 这款巡航导弹在F-35战斗机的加持下 还可以对一些类似于大坝和电站 桥梁之类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 一般这样的目标 是一个国家最为看重的 一旦被摧毁 除了会造成经济损失和军队 难以激动部署之外 对周边城市 乡镇的人口 也会有重要的威胁 综上所述 日本一旦拥有如此极致进攻性质的武器 毫无疑问会在亚太地区形势带来微妙的转变 这样的转变 虽然对中俄的影响微乎其微 但是对于韩国而言却是要命的 目前 日韩围绕着岛屿争端和历史问题 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辩 双方甚至大也有大大出手的可能 在如此紧要的关头 日本研发这类武器 对于韩国的沿海经济圈 工业 建筑 都会起到不小的威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